多選T這題是一個數據分析的問題 我們現在有5顆 其中這3顆75、80、85 所以這3顆的平均現在是80分 然後我們想要關心的是說 另外2顆加進來 我平均不能夠低於80 可是標準差又不能夠太大 那我們先來看A選項 這裡已經80了 這2顆平均比80還低 所以這樣子混在一起 就會被拉低 所以這個平均這一關就會失敗 那B小題兩個都80 這樣子5顆平均都80 而且現在其實是還蠻集中的 等於是說你現在新的平均是80 所以這5顆我們扣掉平均之後 它其實是-50 這裡是5 接下來這裡是0分0 減掉平均之後 這5顆是這樣子 那標準差我們可以算一下這個的標準差 這是它的變異數 這邊等於是就是會這個的平方 然後再相加再除掉5 所以這邊會得到的是那個50除掉5 就會是10 所以S平方是10 所以S這邊是根號這個10 所以它比5小 所以這個是OK的 那C跟D 那C跟D它這兩個呢 就是說自然社會平均85 或者是自然社會兩顆不低於160 這個都會讓平均比80還高 但是標準差能夠確定它不會太大嗎 那這兩個呢 我一起舉一個反例 剛好我現在就舉一個反例就是 例如說這是75 然後80跟85 那另外兩個呢 我就一個讓它是80 那一個讓它是這個90 剛好就滿足平均85 而且這兩個差距不超過10分 那現在這裡的新的平均是多少呢 這邊就是我原本這裡是以80為基準 這裡是0 那等於這邊再多了10 多了10呢給這5克分 所以我們就得到這新的平均呢 這裡的新的平均會是82 所以我們以82為基準的時候呢 這裡就會變成是正8-2 正3 這裡是-2 那這裡是-7 這是以82為基準的時候 那我們去看一下這邊的平方 把它平方再加起來 一旦這裡平方加起來呢 我們就會得到 再除掉5 OK 我們可以得到呢 這個東西會 這裡是64 這裡是49 還有這幾個加起來 其實它會大於 這整個會大於125 所以這邊會大於25 所以我就會得到一個標準差 比5還大的情況 好 所以C跟D呢 我們都可以造出這樣的反例 使得它的標準差 比5還大 所以這兩個都不能選 好 但是如果今天這邊 自然跟社會的平均 都介在80跟82 好 那所以整個 整個數據呢 會跟這個其實還蠻像的 就這邊會再多一點點量 好 但是即使最極端的情況呢 就是兩個都是82的情況 好 那也不會 這邊也不會增加太多 而且平均又會稍微平移 好 所以直觀上呢 我們實際上是可以知道 這個是對的 好 那也不用去算哦 就是這題 就是指考的 希望你要直觀的去感覺一下 這兩個增幅 不會使得這個標準差 增加太大 好 但是C跟D的這個例子的構造呢 我覺得是稍微難一點點 但是一樣要掌握極端的情況去思考 就可以構造出這樣的反例